珍贵的顾问 晚上吉祥 珍贵的会长 晚上吉祥 珍贵的各位大德同修 晚上吉祥 今天这一节课我们接着来学习英语当中的弱读 它的一些情况 上一节课我们学到了第三句 第三句它这个you 它长语音you 这个u 它现在变成了短语音u u是you 它这里呢是 这个本来是u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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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know 它这里有两个弱读 一个是do这里 do它有弱读形式有两种 它如果后面接的是一个辅音开头的话 它是do 应该变成了do 所以它这个是do you know do you do you know do you know 是这样的 这一句是这样的 好 我们来给它练习一下 请老师和同学拿麦把这个练习一下 然后我们接着再往下来看一下 do 最主要是一个do do you do you know do you know sorry 这个是you 容易读成you 它不是you 那个do you know 我觉得这里有一点点傲口 do you know do you know 好 下面有请小菊师兄 好 老师完善吉祥 我试一下 do you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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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老师帮我指振 您这个do给它弱读读出来了 非常好 它是do do you know do you know yes 非常好 下面有请觉醒师兄 老师晚上好 好 我来试一下 好 do you know do you know 请老师指振 yes yes 这个都把它弱读形式读出来了 非常棒 非常好 好 下面有请景景师兄 是 do you know do you know 对 大家景景师兄 它这个 这个do 它的弱读形式是 do 本来是 do do 它变成了这个 do 它变成了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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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know do you know do you know do you know yes 对的 是这样子 是 谢谢 谢谢西西凤老师的指振 谢谢您 好 谢谢您 好 我们再看下面一句 下面一句呢 它是yo 这个ye 或者哦 yo 你的yo 它的弱读形式是笨 yo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它这个 就是yo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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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这一句的话 我们看它的 它的例句是 is this your book 这是你的书吗 is this 如果强读的话 我们都是 不用它的弱读 用强读形式是 is this your book is this your book 下面我们用它的 弱读式字 is this your is this your book is this your book is this your book is this is this your book is this your book 它应该是这个 yo 是这样子读的 另外一下 它这一句话 我们还要看一下 它这个 它还有一个 连读情况 这个s 我们在 关于连读规则的 这个第七条里面 第七条里面的 第三小条 是里面 讲到了一个就是 s 两个单词的话 第一个单词是 i s 结尾 第二个单词是 i i 结尾的话 它就 同化了 同化成了 同化成了 s 这个音 s 这个音 所以它这一句话 本来是 is this your book is this your book 或者是 is this your book is this your book 他现在我们要把他的童话给他读出来 就 ezy ezy 这个sh sh 再加上这个 er your 它的 弱读形式是 y 是 ezy sh ezy sh bo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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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变成这样子了 is this your book 所以这一句话 它就是 是这样子的 好 对 就是法龙师兄 您发出来的这个sh 就是这个sh 因为 这是童话规则的第三条 就是sh 我们来看一下 回来看一下 童话规则 那我们看一下第三条 这个规则 s 加ye 它就变成了sh 这个音 比如 本来是 I miss you 这个 you I miss you 这个s 和ye 变成了sh I miss you I miss you 是这样的 童话的第三条 好 我们再回去 我们来再练一下 Is this a book Is this a book 我们来练习一下 有请老师后 同学拿麦 我们来练习一下 法龙师兄 有请 Let me have a try Is this a book Is this a book OK 好 没听到声音 Oh 是不是 Oh Can you hear me Oh 现在 Yes I can Oh thank you Is this a book Is this a book Oh thank you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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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this a book 也非常好 确实是如此 好 下面再有请 小菊师兄 谢谢老师 Is this a book Is this a book 非常好 好 下面再有请 决心师兄 好 Is this a book Is this a book Is this a book 请老师指账 对的 是的 是的 非常好 好 Thank you Thank you 好 再有请 Yinida老师 Good evening Alice Yeah Good evening Yinida I'll try Thank you Is this a book Is this a book Yes Yes Thank you 非常好 好 下面再有请 井井 井井师兄 老师 好 Is this Is this Is this your book Yes Yes 他这个 this 他是z z Is this your book Is this your book 就是联读的时候 联读的时候 联读 Yes Is this your book Is this your book Yes 好 Is this your book 谢谢 好 谢谢你 嗯 我们来再看一下 我们前面的这个 我们前面学的这个年读规则 我们再给他 嗯 再看一下 嗯 好 嗯 对 所以说他这些的年读规则的话 我们就是要把它就是说给他记住 记住了之后 我们以后在在这个句子当中读的时候 就比较比较方便了 我们先把第三条给他复习一下 就是一个死加这个耶变成了死 this 本来是this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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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they share 还有像 下面第三条死 和加死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死 this shop this shop 这边 this shop nice shows nice shows nice shows 它两个都是sh 读一个就可以了 nice shows 好 它是这个第三条规则 我们再回过去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看一下 第五句 第五句它是he 人称代词 第三人称的男他 它本来是一个长缘音 i 或者i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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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时候若读的时候 他若读 他有三种形式 一种是hi 这个长 长度是hi hi hi 他短 hi 或者是i 或者直接读长缘音 i i 就不是变成he了 直接是i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这个 逆句 逆句是 did he did he come did he come 他来吗 他过去有没有来 他来过了吗 did he come did he come did he come 那样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 弱读的时候 这个he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读成这个 e 读成这个e 就可以了 那么这句就变成了 did he come did he come did he come 如果我觉得的话 就我来说 如果我要是 就是没有学到这个 弱读形式的话 我要听着别人讲 did he come 我觉得我肯定听不懂 我听不懂 不知道别人在说什么 did he come did he come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不知道 然后学了这个弱读 就知道了 知道他是he 用他的弱读形式 did he come 相当于 did he come 所以说这句我觉得 这个特别的有意思 他就是相差 就特别的和这个强读式 他那个音 我觉得相差的特别特别的远 这did he come did he come 他曾经来过吗 他过去来了吗 这是这一句 好 我们下面再来 有请老师和同学来演练一下 yes 对的 确实是如此 就不知道他是什么 好 下面有请 井井师兄 did he come did he come 先翻了 yes yes ok ok 非常棒 好的 确实如此 接下来有请小菊师兄 谢谢老师 did he come did he come thank you ok thank you thank you 好 再有请觉醒师兄 did he come did he come 谢谢老师 yeah yeah ok thank you thank you 好 下面接着有请法龙师兄 did he come did he come thank you ok thank you thank you 好 有请文书 文书师兄 好 文书师兄 好 我来试着读一遍 did he come yes yes ok 好 非常好 非常棒 特别好 好 确实如此 以后我们要是见到外国人的话 或者是怎么样 去国外了 我们也可以 把它秀一秀 ok 非常好 好 我们接下来再看 嗯 再下面一个 像这些字 呃 词号 我们看一下 他都是 他都是 我把它这个 捏的像 我 我们 我们的 主格 我们的 兵格 还有你 你们 的 组格 或者你 你们的 兵格 下面是 第三人称 单数男他 主格 he 他的 形容词性的物质 代词 代词 his 然后他的 兵格 him 他都有 弱读形式 然后呢 是女他 接下来是女他 she 还有 他的兵格 he 接下来呢 就是 他们 they they the them 就是我们 记的时候 就是可以按照 这样子来记他 就是在我们大脑当中 就是按照这个迅速 来记他 就是 这样子 我觉得比较好记一些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 像 he he 就男他的 形容词性的 物质代词 我们看一下 he he 他的 弱读形式 变成 is 前面那个 h 这个 没有了 所以 下面这个 逆句 I I I read 这个 read his book 我读了 他的书 或者说 I read his book 也行 就是 过去是 或者说 我就说 我读他的书 I read 我们就读 I read his book 我读了 就是我读他的书 我阅读他的书 我阅读了他的书 那么这句话的强读形式 I read his book I I 用他的弱读形式的话 直接 he's 变成 is is 的话 和前面的这个read 它辅音和原音 要辅原联读 我们联读规则的第一条 辅原联读 所以就变成了 I read is I read is book I read is book I read is book 这个也是 很容易就是迷糊 不知道是 说的是什么 I read is book 如果不知道 他的这个弱读形式的话 也容易就是不知道 在说什么 下面这个 我们再给他 oh sorry 这个时间到了 时间到了 我们下一节课 我们再来演练一下 接着演练 ok 我觉得 在读这个 这个练习这个弱读的时候 联读和弱读的时候 特别的有意思 就听起来这个音啊 跟我们平常读的 都不一样 就觉得 非常的非常的有趣 I read is book ok 好的 ok Thank you so much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 无尽的感恩大家 对我谦卑的接受 包容 聆听 和慈悲的提携 我放卖了 好 中规的 中规的顾问会长 还有各位两个同学晚上好 好的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我们继续来学习章诚课 上一节课 这个我们有学完第二点 就是所长 所长的责任的第二点 我们这一次继续来学习 所长的第三点 第三点职责 Director must assist the chaperson in the Buddhist practice of the association 所长必须协助会长 进行协会的佛教时间 这里面首先有一些生单词 我们上一节可以学习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 这个单词 assist 还记得是什么意思吗 协助 yeah right 大家记忆里好好好 对这个是协助的意思 所长必须协助 the chaperson the chaperson 就是我们的会长 然后 干嘛呢 in the Buddhist practice of the association 协助他 进行协会的使教 佛教 使践 OK OK yes 他这里面有一个assist 他有一个搭配的用法 我们看一下assist assist in assist assist 他这里有一个assist in something 就是协助 帮助 帮助某事 assist 所以我们的 我们的所长是要协助 帮助我们的会长 在某事 in something 在什么事情上呢 就是佛教 就是一个 佛教实践 佛教实践上这一块要帮助我们的会长 OK 好 那我们 这句话呢 它的主语很明显 就是the direct 就是所长 位语是一个形态动词 动词 原型 must assist must assist OK 边语就是 the chairperson the chairperson 边语就是 会长 那么这句话 它的主要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所长必须要协助会长 然后在哪一些方面呢 这个in 后面就是get get get词短语 in 就是说明 补充了一下 这个协助的内容 就是要在佛教实践这一块 来帮助我们会长 对 这里是must must assist 所以这个语气还是蛮强烈的 这是我们所长 义不容辞的责任 OK yes right 对的 对的 OK 好 那我们来 不知道我们所长在不在这儿 OK 那我们来 读一下这句话 3 3 The director must assist assist the chairperson in the Buddhist practice of the association 3 The director must assist the chairperson the chairperson in the Buddhist practice of the association in the Buddhist practice of the association 好 这是一个简单的句子 主卫兵齐全的句子 之业部分就是 in这一块 一个介绍短语 这儿 OK 好 so would like to try 来读一下这句话 模仿一下 模仿一下这句话 读一下这句话 好 首先有请景景师兄 是 珍贵的一礼老师 哦 珍贵的 汪老师晚上好 Hello hello Jing Jing 晚上好 有请 3 The director must assist the chairperson in the Buddhist practice of the association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wonderful reading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景景师兄 好 下面有请一礼老师 Yeah Good evening Daisy Good evening OK 3 The director must assist the chairperson in the Buddhist practice of the association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So enjoyable and so elegant OK Next one 有请觉醒师兄 Good evening Daisy Good evening In the Buddhist practice of the association Excellent Excellent 非常棒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OK 下面有请 Spirit Right And let me have a try The director must assist the chairperson in the Buddhist practice of the association Can you hear me? Oh sorry I cannot hear you Spirit I cannot hear you Sorry áis I cannot hear you pc to i cannot hear you i cannot hear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Oh Thank you Thank you A I cannot hear you s Mast assist the tier person in the Buddhist practice of the association oh thank you ok ok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还有问题这个 assist这个特可以省略省略是吧 Mast assist 我觉得是可以 因为它这里跟后面的的连接嘛 两个题 省略好像感觉读起来好顺 但是Buddhist 嗯 还有Buddhist它这个特也可以省略是吧 Buddhist 我听到Buddhist就是那个发音的时候 像我们这个音标里面 它发音就很弱很弱 我基本上没有听到它把这个特发出来 我们可以再听一下 多起来更流畅了 oh thank you Buddhist 对对对 I agree with you Thank you 好下面有请Eileen Good evening DC老师 Hi good evening 3 3 The director must assist the chairperson in the Buddhist practice of the association Yeah You are so great 即刻掌握精华 现学现学现用 太厉害了 Thank you Thank you Eileen 好流利 正是因为刚才 法龙师兄说那几个点全部都采用了 所以非常流利 好下面有请文书师兄 王老师您好 嗨文书师兄 我来试着读一遍 又没听到 What's going on 这发音怎么回事了 现在呢 现在可以听到吗 王老师 嗯没有听到 可以了现在可以了 嗨文书师兄 现在听到了 3 Direct must assess 我还不太会那个 你刚才说那个 没关系 文书师兄 让咱们先学走路再跑 先走路我们再跑 没关系没关系 我们一个一个来 一个一个来 Direct must assess the chairperson in the Buddhist practice of the association You are so great 读得好棒 每个大词都发音特别标准 特别清晰 甘你 甘你的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 谢谢文书师兄 OK OK Next one is Who is the next one 小军师兄吗 小军师兄 谢谢老师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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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军师兄 好 3 The direct must assess the chairperson in the Buddhist practice of the association Thank you Yeah Excellent Excellent You are so great 小军师兄 很棒 好 下面是Joy 有请Joy 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 Didi老师 Hi Good evening Joy Yes Neat Neat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wonderful reading Outstanding OK 好 下面有请 刷十货 三师父您现在在 或许您在火星上 OK 等您回来 等您回来 是 好 回来了 回来了 OK 收到电波 好 好 3 The direct must assess the chairperson in the Buddhist practice of the association 三师父 每一次听您读 读这个句子 都是非常非常享受的 你读得太棒了 太厉害了 太威武了 Amazing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OK 因为呢 好 我们现在会长 尤其我们 尤其我们的会长 我们会长也要来读这一句了 OK 因为这句话 对会长来讲 非常重要 老师好 OK 有请会长 我在是吧 我在是吧 在的 在的 好 会长大人 我在吗 哦 我怎么又没听到 天哪 我本来是想把所长喊出来 我要读一下 我没有听到 听不到 哦 现在听到了 听不到 好像都有一点言辞 好 那我来读一下 好 那我来读一下 The director must assist the captain in the Buddhist strategies of the association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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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at 就是您的太柔和了 您太柔和了 您那种读音啊 那种发音已经 庆入我的心肺 太柔和了 就像吃那个很软的蛋糕一样 太厉害了 神经参叹 神经参叹 确实会长 太威武 对啊 真的就太美了 太优雅了 就庆入心扉 真的是庆入心扉的那种感觉 词音 只有天上有吧 这个应该不是人间的声音呢 OK 就像吃了蛋糕 小学生说今天买了好多个 Joy说就像吃了樱桃 但是非常sweet 很甜蜜 对吧 Joy OK Thank you OK OK Thank you 非常感谢会长 好的 那我们这一句呢 那我们把这句学完就相当于是 就是将所长这一块的职责全部学完了 那么所长这块的职责 我们就再来回顾一下 佛陀教育研究所所长的职责 第一点的话就是 当然就是要遵守和执行本职责 本协会章程和其任何相关法规 因为我们的章程和法规是我们协会的根本 这个这个是必须要掌握的 第二个是要负责佛陀教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工作 及其工作协调和管理 那么我们所长现在就是就是各位法 法师们他们在写那个论文的时候 我们的所长他都是是是导师吧 是导师我们的所长他都会去带领带领大家一起去写 按照论文的格式来写写论文 好第三点的话就是所长必须要协调协助会长进行协会的活教实践活动 yes right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英里老师的总结 大家都会太会赞叹了 我也赞我也赞 跟大家同赞叹同赞叹同赞叹会长 同赞叹同成就 因为我们也能早日达到传说中的柔情似水 ok好下面呢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词位的学习 就是public officer工资人员 public officer我们的工资人员就是我们的bony bony就是前妃bony 39 public officer public officer呢只有两点 只有两点内容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点 the public officer must ensure that documents are filed with the commissioner of the consumer affairs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s 23, 28 and 45 of the act 第一点是讲工资人员必须确保文件根据法案第23、28和第25节的不一定向消费者事务专员提交备案 那这里就是说我们协会有一些文件了有一些文件的话是必须要去交给消费者事务专员备案的 那我我记得我们每一次有开会去修改章程的话像我们修改章程的更新的版本以及我们修改章程举行 举行会议的那种会议记录我们的工资人员他都要去他都要去交给专员的 那是哪个专员我觉得我不知道但这里的话就可以可以知道了 这里是一个消费者事务专员他这里有强调是消费者事务专员提交备案 对而且当时记得工资人员还有讲过就是我们的那个文件更新的文件他都有有时间限制的 他必须要在你开会了以后必须要多少天之内你必须要交给交给消费者事务专员如果是预期的话 预期的话应该要不就被罚款要不就会怎样 这个得得学到法案第23条28和45节的时候才知道 OK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面设计到的一些生单词 这个单词啊 我刚刚是自己在去学它的时候我以为它是failed这个好相近 那其实是failed我们来看一下failed这个单词它有名词形式也有动词形式 然后它在我们章程里面呢它是以动词的形式出现的 而且是一个被动的被动语态的一个动词be filed be filed 所以名词的话它是做文件做文件夹来讲 那我们现在左边来看一下它的动词的意思 动词的意思 yeah ok file file ok它做动词的意思第一个是把文件归大 第二个是提起诉讼提出申请递交备案 然后下面就是一些固定搭配的用法 然后我自己选的就是第二个里面的用法就是送交备案 送交给事务专专员然后让他们去备案 f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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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filed f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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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issio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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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專員 Commissio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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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issioner Con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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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 Next one Next one Next A fail A fail A fail Ok 那就请大家把这四个单词来试一下 首先第一个是 动词送交备案 第二个是名词专员 第三个是消费者 也是个 死事物 也是名词 Filed Commissioning Consumer A fail A fail 好 首先请小菊师兄 Filed Filed Commissioner 是 是 Commissio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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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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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谢谢老师 Con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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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非常完美 非常完美 我刚才听小菊师兄在读这个filed Filed 我突然想起另外一个单词了 就是你被吵了 那个filed 那个是不是跟这个发音一样啊 那个file 可以 You're fired You're fired 这样子 You're fired 啊 这个还不一样 F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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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f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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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количество Consumer Consumer deutsch 非常要适合 Fired Filed Fired Con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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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Consumer Consumer, right? Con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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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sides, thank you Next one Affier Appile Affier Affier Offiers Af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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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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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完美 Offail 謝謝您 謝謝 Thank you 謝謝,謝謝金金 下面是Elly,到您了 F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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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issio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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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f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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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I say some Fail Yeah, right Yes Affail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謝謝Elly 好,下面是文書師生 王老師好 Hello,文書師生,你好 好 Failed Failed Commissio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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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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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您再聽一下 Cons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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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还有这个 最后一个是吧 对 我就没看到 F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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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是 是 是的 非常完美 谢谢你 Thank you 谢谢你 好 惭愧 好 下面有请 Joy 老师好 Hello Failed Failed Commissio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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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ume Con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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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ai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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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Wonderful Wonderful 你读得好标准 Thank you 太赞了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Clear and beautiful 非常清晰 非常的优美 OK 好 那我们这几个单词 就先复习到这儿 我们来看句子 好 看句子呢 这一下我们就是 这次 现在的话就有 有澳洲老师的这个 发音来模仿了 好嘞 我们先来 就这样随机抽一下里面的单词 看大家还记不记得 Documents Documents What's the meaning of documents Documents是什么意思呢 稳健 稳当 Both are OK 两个都OK 是这个意思 好的 F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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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 提交重担 Both are OK Yeah, right OK Commissioner Commissioner Zuan元 对,没错 And Consumer Consumer 消费者 Right A fail A fail A fail 对 是事物 对对对 事物 是这个事物 OK 好 大家都掌握得特别好 这些单词 那就没问题了 OK 好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句子的语法 结构图 首先 首先 这个句子 它的一个 主语是 The public officer 主语就是 公子人员 位于是 组合的位于 其他动词 叫 ensure must ensure 然后 that呢 引导了一个 兵律 重句 因为这里是讲公子人员 必须要确保 确保什么事情呢 然后他公子人员 确保的事情 他是用一个重句 来表达的 我们看一下 重句里面的 主位 还有一些结构 重句里面 它的主语是 Document 文档 文档 文件 因为它是 复数嘛 Document 所以它 个语动词是 are filed are filed 所以这里 这里的话就是 文件 要被提交 或者文件 要被归档 然后 它的对象是谁呢 后面就有 戒词 短月 With the Commissioner of consumer affairs 它的戒词短语 它就是表示 动作的对象的 它这个文件 是要提交给谁呢 要提交给 消费者事务 消费者事务的专员 要提交给 消费者事务的专员 或者是说 这些文件 要给到 消费者事务专员 去存档 去归档 然后后面又有一个戒词短语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s 23,28 and 45 of the act 这个戒词短语呢 又是对 前面进行一个 补充说明 也就是说 我们的专员的文件 它去给到 我们 我们的工程人员的 这些文件呢 它把这些文件 给到这个专员 它不是 不是随便可以给的 它要按规矩给的 规矩就是法案的 要根据法案的 第23条 28条和45条来给 你一定要符合规则 你不符合规则的话 有可能人家会拒收你的文件 我稍微看了一下 好像23条 28条和45条 它里面有写 有规定你这些文件 是要以什么样的形式 然后你里面要包含哪些内容 哪些要点 都要去符合规则 然后它才会去接收你的文件的 如果你的文件不OK的话 人家可能会被打毁 这个以后 以后我们学法案会学到 所以它的大听到的 避语重句里面 它有足语 有谓语 然后后面就是状语了 都是状语 两个技术 都是做状语 所以这句话 就是这样来理解 OK 那我们回到句子当中 回到句子当中的话 我们就来模仿这句话 我们首先来听一下 三个人 三个人 公司的警察 公司的警察 必须 保证 那些警察 是 与商业的事业 在订阅 23 28 和45 就是听完了一遍呢 我突然又想起来 上一次我们在跟英尼老师一起去 去背诵这句话的时候 确实他有强调过一点 就是这句话他的重点就是说 工程人员要确保这些文件 要按照规定递交给 消费者事务的专员 但他并没有说这个文件 是自己亲自给 或者是请别人给 还是怎样 所以他这里是非常灵活的 他有给你活动的空间 反正他只要不管有什么途径 反正只要确保这个文件 你是按照规定 按照规定去交给 交给这个事务 交费者事务专员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撑一下 请问这句话我要不要分成两段给大家模仿 大家需要分成两段吗 如果有需要的话请打在公屏上 OK太长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请问这件事务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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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要公司国務局限制驗开会 23 28 and 45 of the act 38 officer one must ensure that documents are filed with the commissioner of consumer affairs in accordance with sections 23 28 and 45 of the act 38 38 public officer one the public officer must ensure the act one the public officer must ensure okay that's that's me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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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我关一下 我关一下 那我就分得比较短 好 请大家先来模范一下 这一小部分 标题加句子的主语跟谓语部分 好 首先请请解师叔 是 我来尝试一下 汪老师 38 public officer 1 the public officer must ensure yeah exactly 一模一样耶 这个调调 太厉害了 你 are so good at learning 好善于学习 太棒了 好 下面有请 The theory but he is public officer 1 the public officer must ensure thank you yeah so great 对了 这个 must ensure 这个地方确实是神调 好厉害 赞叹 好 下面有请 请觉醒师兄 38 public officer 1 the public officer must ensure yes excellent excellent 好 下面有请 小菊师兄 好 谢谢老师 38 public officer 1 the public officer must ensure thank you yeah so great 非常完美 well done 就确实是 就越短的 一个句子里面 单词量越短的话 越容易模仿 yes 好棒 so great so let's let's move on 我们再来看一下 后面的重句 b 语 b 语 我们看一下 b 语重句这一块 能不能 能减要分 oh ok 有请文书师兄 老师好 我们来试着对变 好的 38 public office the public office must insure yes 调调是一模一样 但是有个单词 这个单词应该怎么读 应该是怎么读 哪一个我看不起 我今天那个网不好 标题应该怎么读 公主人员 public officer yes public officer 好像没带 我没听过 你不知道是不是我没听听过 oh sorry 谢谢你 ok ok thank you 好嘞 那我们继续 8 public officer 1 the public officer must insure that documents are filed with the commissioner of consumer affairs yes that documents are filed with the commissioner of consumer affairs and that documents are filed with the commissioner of consumer affairs 这个地方 that 他是弱读了 这个地方 他把这个 这个词语 弱读了 that documents are filed with the commissioner of consumer affairs ok 这个地方读得很弱很弱 这个that 但是时间也已经到了 so that's all for today 非常感谢大家的包容 聆听和陪伴 那我们只有下节课继续 继续来 继续模仿 那 so thank you thank you again and have a nice weekend see you next week bye bye by bwd6 by bwd6